好了,我们继续讲创世纪第六日 第六日,阿神就说 嗯,除了天空那么多东西,地上又没有东西 好了,我弄点东西 所以这个地就要生出活物,各种其类 生畜,昆虫,野兽,各种其类 有什么分别呢? 有些是大大的,有些是小小的 有些是很小的,什么东西都有,各种其类 各样都放在这里,有很多玩具 你明白吗? 有个BB那样,一定都是玩具,开心到爆了 那些东西会动的 然后神就说 接着,我呢,就要按照我们的形象 就要做我们这样的人 让他们用来管这些海里的雨 空中的飞鸟,地上的生畜 还有全地,还有地上的那些 正在爬的动物 那就很开心了 就像我那样开心 很开心,全部玩具都在这里 那么,一起玩就更好 所以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做了人 就是照着他的形象做男做女 于是呢,我就说 就要赐福给他们 给他们生养众多,屁满全地 生到一地都是,用来治理这个地方的 包括海里的鱼,空中的飞鸟,地上的活物 全部玩具都给他们玩的 那么,神就说 咦,我将遍地的一切的种子 菜双,和树上别结的果子 都给你们做食物的了 那么,至于地上的走兽 空中的飞鸟,和各样爬的东西 我就将青草给他们吃东西 这件事就这样搞定了 所以呢,其实这里人的食物 就是结种子的菜双,和有骨的果子 那么,走兽,飞鸟,爬虫的食物 就是吃草的 所以原本,那些狮子,老虎,他们是摇草的 够饱的了 因为可能当时,你想清楚 当时的氧气,水分,神的能力 是搞到那些东西很大棵的 所以那些草可能很茂盛 摇草的就饱了 然后人呢,是吃其他东西的 吃菜双,吃里面的果子 是代表着什么,我刚才说过 是代表着神的丰盛,代表着神的能力 有神的荣耀,在里面吃着的 所以吃神的种子,菜双,果子 是在吃生命的 好了,继续下去了 神看着所有东西,哇,好正啊,真是 到晚上呢,又有晚上,又有早晨 那就是第六日了 搞到这样,哇,休息一下吧 哈哈,是不是啊 第七日,搞不完啊 那就休息了 所以呢,就第七日呢 就是安息日,耶稣呢 就睡觉了 所以呢,啊 那到这里了 那说完第六日了 那希望呢,大家从这个角度 就是从耶稣,第一身的角度 看着我天的情况 来创造这个大地呢 哪用几十亿年啊 七日就做完他了 六日就做完他,第七日就睡觉了 我BB都是这样做的 好了,那说到这里了 祝福大家